大家好,我叫方俊驰,来自马达加斯家 我今年22岁,我2015年开始学汉语 目前在江西师范大学读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 我对汉语很感兴趣 于是每次有汉语比赛我都积极参加 我2017年参加了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今年大赛 拿到了第三等奖 2018年参加了江西省外国留学生汉语大赛 拿到了一等奖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跳舞唱歌 我还喜欢蓝宋 我2018年去的吉林参加了读书大赛 拿到了全国第二等奖 今年5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全国蓝宋大赛 拿到了一等奖 面朝大海 春晚花开 海 海 月 朝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马 匹产 终有事典 来中国之后不仅是学会了汉语 而且有了新的生活 遇到了更多的中国朋友 感觉到了中国的日期 尤其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帮助我 在沈阳的一个大型商场里 这话还真成了现实 这辆小火车是沈阳一家大型商场 照着老式火车的样子设计的 每节车厢长2.5米 宽1.1米 车体为木质结构 据了解 火车绕着这家商场底楼跑一周 全长400米 我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觉得难 因为学汉语不仅是要说 要多听 要写会写 所以刚开始学汉语肯定是很难 后来觉得 学汉语是很有趣的 我从学汉语的时候 就除了6个月的汉语 我通过来JSK3级 然后来中国之后 通过来JSK5级 今年刚好通过来JSK6级 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路 公路地区的话呢 适合耕种的这个土地 面积很多 适合种植的这个林地的话 也很多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西北地区 都是 像这一块的话 就是沙漠 河壁 不适合耕种 那么不适合耕种的话呢 有没有李韩之同学 有没有李韩之同学 中国人 中国的人口 比马大家是家的人口 汉语不是我的母语 除了母语 还有法语和英语 所以汉语是我第四个语言 当然有一些语法方面的 还掌握得不好 但是要叫这个汉语 全部都要学好 才能交给别人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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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